我觉得通过来抬高王沪宁来贬低习近平 这同样是一种不光彩的方式 我愿意打个比方 假如习近平是毛泽东的话 那么王沪宁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胡乔木 那种认为习近平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 一切都是王沪宁 那这种说法是自以为是的妄言 习近平在关于马斯在中国 今天我们究竟要学习的哪些东西的时候 近年二百年曾经有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第一条就叫做要学习马斯的人民立场 人民为主体 那换句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 就是和人民其中心有联系 还有那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 在今天要改造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那就叫做全面深化改革 还有今天中国所走的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而且初期阶段 那当然不涉及消灭私有制的问题 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 还有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多好的说法 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 他不是处处念稿 而是脱稿脱口变讲 还记得习近平是副主席的时候到 北美某国去随便讲了一段话呢 我当时就觉得 习近平那段话讲的 跟我年轻的时候那种熟悉的表达方式 就是毛泽东的语气 他非常像 习近平说 现在有一帮吃饱了办没事干的外国人 喜欢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 三不折腾 你们有什么好说的 这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说西方应当有一种态度 平等的对待中国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能老是有人欺负别人 毛主席也有过这种感慨 中国向西方学习啊 邓小平也说过 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向美国开放 向美国学习 但是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是一百多年来如此 那便是老师打学生 老师算的学生 老师月黑风高夜 跟中国学生捅刀子 好的 这说你什么问题 说